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由于新冠肺炎的影响 官方在去年2月就取消了首尔厂的演出 接着又在4月宣布 防弹少年团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无限起延期 时隔一年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仍然严峻 因此官方也在日前正式宣布 世界巡回演唱会全面取消 不过经纪公司在声明中除了公告巡演取消之外 也另外透露目前他们正在准备全新形态的演出 让粉丝们都相当期待 这次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与防弹少年团见面呢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